帕金森病的症状主要是包括两大类的症状 一大类的症状我们叫运动症状 另外一大类的症状我们叫非运动症状 我先说一下这个运动症状 运动症状也是帕金森病最主要的 最早期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 运动症状包括第一个就是静止性振颤 也就是我们说的肢体的抖动 那么这个抖动的特点就是表现在静止性 也就是说当这个肢体不运动的时候 当这个肢体不用力的时候 它出现了很规律的 比如说这个手部出现了像一个搓完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叫静止性振颤 第二个运动性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强制 那么这种肌肉强制可以表现为全身的肌肉都出现了强制 起步比较困难 起步以后又很难停止 所以我们把它叫慌张步态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帕金森的第二个症状 肌肉强制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姿势异常 姿势异常比如说表现的面具脸 表现的走路的时候前驱 慌张步态出现这样一些特殊的姿势 这些都是属于运动症状 那么这个非运动症状在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的 最早期的时候帕金森病可以出现嗅觉减退 就是说突然嗅觉不敏感了 闻不到东西 第二个帕金森病还可以出现皮脂腺的分泌的异常 比如说这个病脸上的皮脂腺分泌比较多 我们说看着脸上油光光的 第三个还可以出现精神和心理的问题 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出现这个抑郁的症状 再一个就是帕金森病出现这个植物神经的一些损害 尤其是胃肠功能损害 最多见的这个病人还出现便秘 甚至出现这个顽固性的难以缓解的这种便秘 再一个有一部分病人的非运动症状 还可以表现为认知功能的减退 或者我们说治理减退 甚至出现痴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